另外在乘坐者的空間表現呢 我發現有一個地方好像跟我們不太一樣 這個我家會再為大家做查證 到時候會在其他的單元為大家做一些解說 就是它椅背的軟硬度和支撐性 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後輪弧的造型設計不同 所以會造成就是椅背的服貼感 並沒有五門來的好 我比較喜歡五門座椅的後方的貼服感 它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你坐起來會比較舒服 那如果是四門的版本 後面的話有一點點會因為輪弧的造型而擠壓到 就是在我們靠近車門這個地方的位置 然後接著就是在空間的部分呢 其實頭部空間也好 西部空間跟五門的表現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接著來看前座 前座的座椅的包覆性呢 還有整個支撐性的表現 也是一樣符合就是一般運動化的要求 那也跟Mazda就是在五門版本的表現其實是很雷同的 可是比較大的差異就是 不管是五門或者是四門 它都沒有一個電動椅的設定 這一個是我覺得有點誠意比較不足的地方 外觀的造型部分呢 家瑋非常讚賞 還有就是剛剛沿路過來的一個底盤的表現 尤其是它處理坑洞阻尼的一個Q度 表現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在內裝的整個造型設計上來說呢 我覺得就稍微有一點需要再加強 那中控台的部分一樣 它還是符合就是一般的 就是全新大改款Mazda的一個設計 上方一樣有一個簡單資訊目 那這個資訊目呢 上次我講過就是它只有單色 而且它只有英文 那我相信大家也應該都知道 未來因為畢竟它是一個國產車 而且它在台灣可能要賣個五六年 如果說一指導師是英文的話 我相信應該也交代不過去 那所以未來應該會有中文化 甚至有可能 我們也知道日規甚至美規的Mazda 上面的螢幕是彩色的 那很多人說那我等那個時候再買就好 可是買車就是這樣子 不管你買任何產品 或是買車子就是先買先享受 玩買的話 你有可能會等到比較好的配備 可是相對的就是 你就沒有辦法馬上去體驗這台Mazda 3 所以喔 那再來就是 然後接著再來就是下方 一樣有一個可以讀取MP3的音響主機 它有一個換片箱的設計 接下來又是另外一個重點 除了剛剛做移民的電動椅子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它的恆溫空調 在2.0的頂級版本上面是沒有的 它是傳統的旋鈕式 它並沒有恆溫空調 這個我在網路上曾經也有人這樣問過我 那我現在可以跟大家回答就是 確定只要是四門版本 全部都沒有恆溫空調 那如果是2.5的話 它不只有恆溫 而且是雙驅 那這是我覺得 以一個八十幾萬的車來說 恆溫空調我覺得是應該要有的一個基本配備 然後接著下方的話 一樣它變速箱設計是一樣的 都是武術 然後有手勢牌的功能 加上方向盤有一個換檔撥片的設計 儀表板一樣是雙元式的設計 這個跟五門版本是一樣的 方向盤上的造型 各式的按鍵 應有盡有 就是沒有一個東西定數 定數是沒有的 然後按鍵的佈局呢 還有就是造型設計也是跟五門版本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縱觀剛剛家瑋介紹的外觀和內裝來說 我覺得Mazda 3的外觀表現很好 各方面的表現呢 甚至它整個造型設計來說 還有配備的豐富度來說都不錯 可是在內裝的設計上 我們當然會拿它的競爭對手來跟它做比較 很簡單的幾個配備 也是大家很在意的幾個配備 譬如說包括電動椅 還有恆溫空調 甚至包括後座的冷氣出風口 甚至包括定數裝置 還有一些 上次我在講2.5就講過就是影音系統 它的影音系統因為受限於它根本沒有螢幕可以來做選配 我相信未來很快就有國內的廠商會開發出來 所以目前來說 就算你買到2.5頂級 它一樣沒有這樣的配備 那內裝配備上呢 我覺得Mazda還有很大的一個進步空間 這跟外觀來說的話 我很喜歡它的外觀和底盤表現 可是內裝的配備上來說 我覺得它的CP值就稍微差了一點 最後我們來講它的引擎規格 這具引擎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 因為跟上一代是一樣的系統 它一樣是反制的設計 然後一樣是雙出輪軸磁溜氣門 它的最大馬力是151匹 最大的扭力是19.3公斤米 在機械上比較大的差異是變速箱的搭配 上一代是四速 那這一代是五速的手勢排的設定 雖然只是多這麼移速 不過像剛剛我們在高速公路過來 甚至包括剛剛沿路的邊海公路 你會發現就是它換檔的頓挫感也好 還有銜接性 都跟上一代比起來是好很多 好得非常多 那加上整個駕馭起來的順暢性來說 不要小看多這個移速 它的整個表現呢 會跟四速 以前的四速比起來差異會非常的大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車廠現在都在追求 就是變速箱的檔位要越來越多的一個主因 那講到這個變速箱呢 我要跟大家就提醒一個就是一個駕駛的一個小PayPal 就是它的方向盤換檔撥片 如果說今天你是直接在D檔的時候 直接去按這個換檔撥片的話 它會就是變成手自排系統 可是它在螢幕的左方 上面有一個D下面有一個M 這兩個會同時量 代表就是 你如果在撥變速箱的時候 你如果隔五秒不去動它的話 它會回復到原本的自排 純自排模式 可是相反 如果說今天你是用排檔桿把它撥到 手排模式的話 它上方這個D的模式會不見 會變成一個M模式 這個時候呢 它就不會回復到傳統的手排模式 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說你只是一個要瞬間加速的話 其實只要去撥那個換檔撥片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是在山路駕駛 你要長時間的去主控 主動去控制 甚至包括主動權要高一點 要去控制這個變速箱的話 你就要把排檔桿撥到M的模式 去用推 方向盤換檔撥片還是可以用 那你也可以用排檔桿上面 用往前推和往後的一個功能 來達到你的換檔需求 這次在這個變速箱在操作上 有一點小小的技巧 要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要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OK那最後呢 我還是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就是剛剛我其實在高級公務 已經做了一些分享 就是我的駕駛心得 縱觀這一款 全新大改款的Mazda 3 因為我們五門也試過了 那像現在四門 以整個在彎道行駛的操控性來說 我比較喜歡五門的靈活 它的靈活不是在車頭 是在車尾 它的車尾會比較靈活一點 那如果說以整個懸吊的Q度來說 五門 因為畢竟它輪胎扁平比是比較小的 然後四門是16吋 那五門是17吋 所以在抑制坑洞的處理的Q度來說 四門的表現比較好 等於是它比較符合 一般大眾的一個 乘坐的舒適性的需求 可是在 如果是在三路抄架來說的話 五門的靈活性會比較好一點 我想這也是符合Mazda 在台灣消費層級的一個訴求 五門就是比較運動化 四門就屬於一般的家庭房車 好那我今天為大家介紹就到這邊 那我們接下來有非常多 台北車展的報導 要為大家來做介紹 那在節目的尾聲呢 因為我們今天忘了跟Mazda去要贈品 不過家瑋從我的白寶箱裡面去找到了以前 可能記者會還是尾牙春酒我忘記了 有送給我一支Mazda手錶 可是只有一個 不過很可惜那個手錶沒電 可是是全新的 可能你抽中的 你可能要自己去換個電池 一個電池沒多少錢 幾十塊而已 可能一兩百塊 OK那我出一個簡單的小題目 就是請大家跟我講一下 就是不管2.0或者是2.5的Mazda 它這次的變速箱是幾速的變速箱 可能如果你是抱你的三歲兒子在旁邊看電視的話 看我的影片的話 可能連三歲的小孩都回答得出來 很簡單的一個題目 是幾速的變速箱 一樣透過我們下方的網址去討論去做回答 好那我們接下來有非常多台北車展 因為快到了再過幾天就是了 有非常多關於台北車展的介紹 也請大家繼續鎖定購車資 我們下次再見 bolt在幾? antenna curating 好